问一下张律师 如果这个碱性女子呢 她把这个秘密都不说出来 就是当然她也 当然前提是她要能扛下来 这样子的一个重担 把这个秘密吞进去 这个孩子长大的过程 如果万一真的不是她的 不是张先生的 其实这样长大过 也不会有任何问题啊 就是不要说出来 这个秘密就好了 她不说出来 但是呢就是说 她假定是一直不说出来 就是长大小孩长大之后 每次跟吴大哥出去吃饭 就会觉得怎么越来越像吴大哥 所以我们就是所谓 法律上的爸爸 就永远是那个张先生 所以才另外倒过来就是说 如果我们再就是 你要把这个身份关系确立的话 就是说如果你发现 张先生也好 或者是说这个妈妈 她可以提一个 叫否认子女的诉讼 就这个小孩不是张先生的 她要提一个诉讼进去 可是这个是她要提啊 如果不提 法律上的爸爸就一直是那个张先生 所以我不知道这样讲 会不会造成很多家庭折密 人世间有多少 妇女 你讲到重点了 这个秘密 吞下去 吞下去 最近 我们先休息一下 尽管说 最近有很多那个做DNA检验 没有 DNA检验很多都是千里见的 你知道吗 但我越来越不行 你很不行 我们要赶快来介绍新加进来的来宾 是精神科的医师 邓惠伟邓医师 邓医师因为跑团跑不完 不是 因为对这个案子感到太过于有情绪 有感觉 去坐板子 这样子 今天有做功课来的 对 你可不可以先不要从心理医生的角度来看 从一般的女生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 这种外遇为什么会那么纠缠 她自己曾经自杀过两次 我觉得 其实最难处理的外遇 就是说 你搞不清楚说 情感跟自己的界线在哪里 也就是说 你是那种一直会把界线往后退 然后没有预设的人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是 女的想分的时候 可能男的不放 然后或者女的想要留 男的不想理她 这两个会一直纠结 所以我们看过的已婚女性的外遇 她有忧郁有自杀 有各种情况的真的很多 那有没有有一种可能就是说 这个女的其实她想断 男的不断 很多 男的不断 可是她用威胁的 假如你敢跟我断 我就去告诉你先生 太多了 太多了 非常多 这这样代事就很丟了 有一种这样解释好了 所以这个女生的压力会很大很大 超级大的 包含你外遇的人你压力大 你爱的人外遇你压力也很大 所以说外遇的那种 除了你自己的压力 对应的那个人的压力 其实也很大 然后这种纠缠 纠葛最难的 就是很困难的一个部分在于 我之前看 我最近看韩剧都在看对白 因为有些韩剧很瞎 这边有一颗字的那个韩剧 有没有 那我就看 也有看另外的韩剧 可是有时候偶尔会散过一两句对白 我觉得她真的是有touch到 她怀疑丈夫 而且她也感觉丈夫 有一些感情的一个纠葛 然后她非常痛苦 她讲了两句对白 她说 她说我没有勇气离开你 我也没有度量原谅你 这就是我最痛苦的一个地方 所以很多人其实 你说像这个张先生 他虽然是因为这样子 这样子一个这么 这么决断的这种手段 杀了这个孩子 最后他选择这样子 就是离婚 然后从此我们过好日子 他自己要选择去疗伤 可是有多少人在里面的时候是 我明知道我们是该离开的 可是他是没有勇气离开的 比如说这个简小姐 跟那个吴大哥 对不对 可是 我们要称他吴大哥吗 基本上就他们两个夫妻来讲 他是大他年纪比较 所以他们可能会称他这样子 来来来 我们换一个 就这简小姐 跟他一个姓吴的 这样可以吗 跟那个姓吴的 有没有这种情形过 你真的没有勇气离开对方 可是你又没有度量原谅 没有那种能力去接受这一切 这才是很痛苦的地方 我也是刚才说现在 你说真的男女在爱意里头纠结会很痛苦 这个案子是一个很特殊 所以主要是那个女生的问题 我是想请教 有没有一种人就是说 我现在社会上我看到的人 有一种人是 他再怎么外遇他都觉得 没事情 外遇而已有什么了不起 那是生活里面的一个琐事 有些人是有一个外遇 但是他就跨不过去了 就有人讲说我的勇敢让我 什么会 骗体鳞伤 但他从来不管 他的勇敢让别人骗骗体鳞伤 不是有一个女立委吗 说我的勇敢让我骗体鳞伤 但是他把别人老婆全伤的骗体鳞伤 也都没关系 媒体还不是这样肯定 这跟性格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跟性格观念 还有周围人给他的东西都有关系 我举一个例子会解释这个问题 有一个case转到我这里来 他之前做心理治疗 每次做都做不下去 那人家同事转来给我是因为 他一个女生自己外遇 外遇了以后被老公发现 抓到 征信社抓到 然后老公就情绪变得很崩溃 他自己心情很不好 那他就去找心理治疗师 那心理治疗师叫他不要那么自责 就之前的心理治疗师跟他说 其实感情会发生问题 你先生跟你双方互动 没有离婚吗 还没有 还在闹的时候 他只要一听到心理治疗师说 其实错不一定都在你 他就不敢再去那个治疗师那里 因为他觉得这个治疗师会带坏我 会让我更变成一个 不觉得自己有错的女人 所以他其实觉得自己最该万死 可是你做一个治疗师 你跟他说你最该万死 他又想自杀叫你去死吗 一定不能这样讲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连人家好意劝你说你不要那么自责 他就不敢来看 不敢来听这句话 他就是要自责 所以像这种人 他的自我要求那么强 他怎么会外遇呢 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 对 他还是外遇的 对 所以我真的会觉得说 外遇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说那种纯心要外遇的人 当然是有 可是不是跟我们讨论的这是两回事 而且这个案子他 我不知道是谁说他为了湮灭证据 而杀死那个小孩 我觉得讲这个的人最好不是检察官或法官 不然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希望他不是检察官 假的因为不然真的很让人担心 请问大家如果你要湮灭外遇生下来的小孩的证据 你会怎么做 不说 历史上的人都是假造意外死亡 不小心闷死 被闷到摔伤或是怎么样 然后哪有人要湮灭证据是砍他五十几刀 这个是心理上一种到了无法处理的时候 慌又抓公又想要自我毁灭的时候 不管了就有点潜意识 借由这个让事情爆开来 因为他自己讲不出口没有办法处理 其实问律师就知道 谁会用这种方式以为可以湮灭证据 这是一个很夸张的事情 对不对 再请教 这什么样的人是一直觉得 我不断的外遇那理所当然 那也天经地议 就是哪是你吃饭回来 我真的听过这样的人 我也昨天才又听到 有一个朋友他认为说 就交一下丽宏 没有 我想但是不敢 点点吃饭说 我昨天听到一位男士 他今年四十几岁 他说他要进入他接下来 就是舒适的中年生活 所谓舒适的中年生活 我就是赚的钱 可以有一半存起来 一半变成退休金 然后他是这样讲 他说每天都同时有两个妹爱我 那一个是他老婆 我不知道是不是啦 然后还要再保持有一个妹 妹妹这样 然后我就说 这样子会不会蛮烂的 你讲的好像一个姓吴的六十岁男人 那他的讲法啦 他的讲法就是说 他觉得如果外遇是在 不影响他整个大格局的状态下 他觉得那只是他的休闲活动 他不认为他跟女孩子玩 然后有 像我们也许玩其他的收集古董 什么兴趣的收集音乐 他觉得那是一样的事情 但是这种人你就要遇到对的嘛 你如果遇到女孩子不是这样想的 那就是会有问题 这种人有啦 但是我真的觉得有多 问题来了 为什么女生要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你真的觉得这男人爱他吗 没有嘛 是不是因为这个男人有钱 或者这个男人有地位 于是女生也就比较容易 想要跟这样的男生在一起 因为老公对他而言 老公跟我一起长大 对不 然后没有地位也没有钱 现在有个有地位的男人 来接近我 或者是有钱的男人来接近我 他甚至对我比较好 他会去带我吃大餐 会买好礼物给我 我那个先生不行 对不对 那所以我是不是在某种 爱慕虚荣或者什么 我宁愿跟这个男生在一起 然后明明知道错 然后又走不出来 李宏 你是一个从小到大 交朋友都没有困难的人吗 对不对 我其实很多困难 有吗 有 是喔 你交朋友有没有困难 你所谓的困难是什么 就是说你很难跟别人交朋友 谈恋爱比 你不会很难跟别人交朋友 对不会 你谈恋爱也谈过几次吧 几次 也不难 对不对 还好 对 也很容易有过恋爱经验 你知道人世间有些人 到30岁都还没有恋爱经验 他就是没有 OK 他就是会遇到像你说的 你怎么会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这个已经已婚了 可是你知道从来没有男生 邀请他去吃过饭 也从来没有人写 所以你就是说你就外遇了吗 可是没有 你知道对这个女孩子来讲 那个时候他从来没有过 他只能从罗曼史里面得来的 所以我知道全世界都觉得这个人真的不够 可是只有他可以给我那种 那种感觉的时候 我会没有办法拒绝 所以有时候我就说 你真的必须从另外一个很多人 你会觉得说你怎么会干这种事情 那真的不是我们的人生经验可以想象的 如果对一个从 你多少人30岁没有谈恋爱 有没有 我问你 有耶 那你真的相信说这个男人是爱你的吗 还是他只想跟你玩玩 他不用 我也知道他不是真的没有关系 我从来没有过是假的也好 只要有爱是鬼我都跟他谈 你懂吗 这是为什么目光之城会卖的这么好 其实好 是鬼都好你懂吗 那我真的不懂女生 我们有个问题